女人喂了一块猪肉 不得不沦为屠夫的玩物 因为这是母子二人唯一的食物来源 男孩则是一脸冷漠 等到屠夫心满意足地走出房间 男孩眼中却迸发出想要杀人的冲动 不久后的一天 他的人生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孩童叫宰宰 惯有一种罕见的不老症 明明拥有40岁的灵魂 但容貌却始终保持在6岁 因为执掌不大 街坊邻居都称他小怪物 父亲也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 尽管生活十分艰苦 但母亲却始终没有抛弃他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为了养活宰宰 他不惜为生于恶心的屠夫 然而命运终究还是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从那一刻开始 宰宰彻底成为孤儿 好在他凭借着可爱无害的外表 很快便被新的家庭收养 可为了隐藏这个秘密 他只能不停更换收养家庭 然而每次来到新家 宰宰都会家养父母的孩子偷偷卖掉 这样他就能得到全部的宠爱 因为有着一副儿童天真的外表 从未有人怀疑过他 这一次 宰宰又来到一个新的家庭 收养人竟然是他同父一母的弟弟 林光是一名刑警 几年前 亲生儿子不幸溺水身亡 为了缓解丧子之痛 他与妻子艾希决定收养一个孩子 宰宰利用可爱的外表 成功俘获了他们的内心 回到家后 夫妻俩更是对他谈爱有加 为了让宰宰尽快融入新家 艾希每天晚上都会抱着他入水 殊不知 这具六岁的身体里 装着四十岁的灵魂 自此以后 厄运降临在这个家庭 这天 林光的同事徐太 被人从九楼推下 被发现时 男生嗜血奄奄一息 与此同时 林光也被发现在这栋大楼内 然而 他只是在七楼被打晕 由于局在摔下楼前曾被放血 与最近的电钻杀人案 手法极为相似 警方怀疑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于是全身而退的林光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并且安哲还发现 徐太遇害前曾与林光打过电话 之后两人便先后进入大楼 最终徐太被害坠楼 可林光却安然无恙 然而 好兄弟阿葵却力挺林光 认为他不会做出背叛兄弟的事 可没想到的是 林光醒来后 却出现短暂失忆 对楼里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印象 他努力回响 但只感觉头痛一发剧烈 为了找回记忆 晚上林光来到徐太的病房 看到昔日搭档成为植物人 他满是心疼的换对方的名字 可徐太却毫无反应 笨大的眼睛里满是愤怒 似乎有很多话想说 就在此时 阿葵也走进病房 他告诉林光 物证科发现 徐太在坠楼前 曾进行过剧烈的反抗 指甲里残留着 荧光的衣服纤维 而且 他们翻遍了大楼内外的监控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出入 凶手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更糟糕的是 维尔知道当天情况的人 现在都无法提供有效信息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林光让阿葵 把当天的情况说一下 阿葵告诉他 三人最近正合作调查 电钻杀人案 凶手在两个月内连续作案 且手段是分残忍 每次都用电钻在人身上打孔 直到受害者失血过多死亡 而徐在身上的伤口 与电钻石分吻合 因此警方怀疑是同一人所为 而当天晚上 林光曾给徐太打过电话 之后 两人便相继进入大楼 前后仅相隔15分钟 阿葵怀疑 当时一定有紧急情况 然而 林光却依旧大脑空白 完全想不起发生了什么 尽管从目前的线索上看 林光有极大的嫌疑 但阿葵依旧选择相信他 并趁诺与其一起找到凶手 第二天 林光如网团一样回到警局 可却发现 同事们看他的眼神有所戒备 并且这起案件 也已由其他人接受 上次也劝他先好好养病 甚至连升职仪式也暂时搁置 直到大家还在怀疑自己 林光简直百口莫辩 要想证明清白 就必须尽快查明真相 于是 林光恳请上次 同意他继续参与调查 见他如此坚持 上次只能松口答应 然而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即使翻遍所有调查资料 林光也没有发现凶手的破绽 除了知道凶器是一把电钻 其他一无所知 而且遇害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平时也没有得罪过人 唯一可疑的是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自己家父亲 而且那三天 他都请假没去上班 然而 林光却没有那三天的记忆 甚至连记事本上 也没有任何记录 下班后 他向妻子询问 那三天自己做了什么 可艾希却表示 林光不上班时 通常会在家陪自己和宰宰 这三天同样如此 不过 每当下午 林光便会急匆匆的出门 而且没告诉他原因 就在这时 宰宰突然表示想吃鸡蛋 故意支走艾希 林光问了宰宰相同的问题 可对方却回答 不记得了 林光却不相信 宰宰已经到了记事的年纪 而且又没有失忆 怎么可能不记得 在他的不断逼问下 宰宰吓坏了 大呼着去找仰母 艾希以为林光在欺负他 便生气地质问林光 还记不记得当初 林阳宰宰时的承诺 从家人口中问不到想要的答案 林光只能在阿鬼的陪伴下 重新回到案发现场 可当他站在七楼的位置时 却突然回忆起 徐太坠楼时 自己应该是在九楼 并不是警方发现的七楼 于是 他迅速冲上九楼 朝楼下看去 这一次 他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一个人影 可不管林光如何拼命回忆 始终想不起那人是谁 就在此时 一个阿婆突然走了出来 嘴里面倒着 林光和阿鬼闻烟朝着那边走去 安全起见 金门前两人掏出了配枪 然而 奔房内并没有可疑人员 只在角落 发现了一只猴子的尸体 安鬼上前查看 猴子竟然也是被电钻放血而死 尸体旁边还放着一把沾满血迹的电钻 两人怀疑是胸手留下的 经过检测 电钻上的血迹是徐太的 因此可以确定这就是凶器 但上面却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并且 林光明显能感觉到 同事们对他的怀疑进一步加深 甚至连上次都找到阿鬼 让他时刻监视着自己 却在林光一筹莫展之际 哉哉突然塞给他一块巧克力蛋糕 对于儿子的头位 林光当然是欣然接受 可以转头 他发现哉哉的玩具上 固满了破洞 看着像是电钻打上的孔 林光顿时慌了身 他本能否认是自己做的 可下一秒 他突然想起 家里有一把 与凶器一模一样的电钻 他从麻来到仓库 果然发现家里的电钻不见了 更诡异的是 门框上有两个带血的钻孔 旁边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光尝试对比了一下 竟然从他的手掌完全吻合 难道掌印是他留下的 自己就是那个连环杀人魔 林光瞬间惊恐不已 林光找来两根铁钉 堵住钻孔 重新涂上了油漆 血手印也被他涂抹掉 为何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自己 这让林光忌控惑有气愤 晚上 林光再次来到医院 将这几天发生的怪事 讲给徐太听 他清楚地明白 有人想要陷害自己 但为了留住线索 林光还是选择继续住在那里 然而 等他再度回到仓库时 却发现 却手印与钻孔都恢复原状 林光顿时紧张起来 他断定凶手一定就在附近 帕吉尔受到威胁 他命运洋人以后不准随便出门 夫妻俩因为此事大吵了一架 最后 艾希不得度表示妥协 为了缓和气氛 他拿出林光妹妹的照片 告诉他 林敏下个月回国 记得去机场接人 谁也没注意到 才在正看着妹妹的照片 若有所思 为了找回记忆 林光找到自己的主治医生 在聊天中 他表示自己不想再犯错 医生对此十分疑惑 林光告诉他 两年前 他在抓捕一名毒贩时 江青生儿子独自留在公园 他本以为不会有事 却没想到 等他完成任务回来时 儿子已经溺水身亡 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因此不允许自己再犯错 怕再次重蹈覆辙 让现在的儿子也受到伤害 医生建议林光去看心理医生 但却被他拒绝 无奈之下 医生只能给他做个血液检测 和脑部CT 与此同时 阿辉也有了重大发现 所有受害者被捕的血孔 都是有规律的 看似零乱蛋都是一个图案 林光熬夜搜索资料 但始终未有所获 就在此时 又与起命案发生 死者是一名女士 她的背部同样被钻满孔洞 眼镜里被盯入长丁 求生欲促使她 但能爬出门外求救 可刚怕到马路上 便被一辆货车碾压致死 前来调查的林光一眼辨认出 死者眼中的长丁 与自家仓库的一模一样 而且她还发现 案发现船依旧在自家附近 这让林光更加确信 凶手是冲着她来的 回到家中 林明正在同栽在玩脑 林光怕凶手迁怒妹妹 电影最近治安不太好为由 要求她最近别轻易出门 晚上 林光还在思考最近的案件 艾熙见她愁眉紧索 心疼地抱住她 就在两人准备轻热一番时 门外却穿来仔仔的哭声 两人慌张地下床查看 去见仔仔指着窗外 不停说有怪兽 显然是被吓到了 林光以为是凶手出现在附近 连忙上前查看 结果却未发现任何异常 为了安抚仔仔 艾熙就定晚上陪在她身边 独守攻防的林光展转反侧 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模糊的画面 就在此时 她视线扫到床头柜上的一幅画 是在在送给她的小兔子 定情仔细观察后 林光的内心掀起掏偏巨浪 她立马拿起话语死者背后的图案对比 结果发现 竟然一模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 医生告诉林光 她的脑部CT显示一切正常 并且曾经受过的伤眼已经康复 然而 血液检测却发现一些异常 她的血液中含有一种药物 长期服用会造成短期失忆 报告显示 林光血液里的样物浓度十分高 情况就像是慢性中毒一样 此时 林光才恍然大悟 这个企图陷害自己的凶手 一定隐藏在自己身边 这个人到底是谁 她还能信任谁 于是 林光再次来到许带的病房 她祈求对方快点醒来 因为现在 只有她能为自己作证 你死了 你把你死了 死了 巨大的像身影来护士 林光最终被赶出病房 回到警局后 死者背后的图案也被破解 所有血孔连起来都像是一只兔子 听到这些 林光愈发的紧张 她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可却已无所获 紧接着 阿贵也紧随其后来到现场 话音刚落 林光突然看到一个人影 她立刻追了上去 结果却已无所获 她的神经质让阿贵更加怀疑 两人回到林光家中 林敏突然拿出了儿时的收藏品 就在此时 一张照片引起了林光的注意 她惊讶地发现 受害者竟然都是自己同年时的玩伴 怕被阿贵发现 林光心虚地将照片藏在沙发缝中 可万万没想到 正当阿贵与爱希单独聊天时 再再突然拿出了那幅兔子画 阿贵当即问她 为什么会画这只兔子 可再再却表示 这幅画是爸爸画的 这画听得林光一联盟 因为她完全不记得了 可阿贵看她的眼神却终满警惕 林光刚想解释 对方却完全不想听 只说明天去警局再说 随后便转身离开 晚上 林光在海边独自思考 突然 一个人影从他身旁窜出来 林光一个剑步上前抓住对方 两人交手几个回合后 正当她要看到对方的脸时 却突然惊醒过来 混乱的介意让她分不清 是现实还是梦境 更让她绝望的是 徐太最终还是没挺过来 现在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也不在了 与此同时 警局那边也有了新进展 在女死者的遗物中 阿贵发现了那张儿时的合照 现在种种证据都指向林光 阿贵拿着照片 约她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林光表示 那这兔子并不是自己画的 希望阿贵能相信她 因为她既已受损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给出合理解释 可下一秒 阿贵便拿出那张合照 质问林光为何要有所隐瞒 见她依旧无法解释 阿贵对她彻底失望 决定立马回警局举报她 可没想到 林光竟然直接上手抢夺照片 看着她疯魔的样子 阿贵不得不举强威慑她 可林光却毫不畏惧 甚至抓着枪底在自己的脑门上 威胁阿贵赶快开枪 显然 在要我的刺激下 林光的精神已经失控 推脏之间 她竟失手将阿贵对下方红低 对方头部撞上一块大石头 顿时鲜血横流头晕目血 阿贵以为林光连自己都要杀 便拿出电话准备报警 朋友的不信任让林光再次情绪失控 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她竟然亲手杀了阿贵 随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 晚上 她接到警局的电话 仿称自己一天都在家没出门 并假装才知道阿贵遇害的事 她以为一切都将恢复原样 然而 警局怨然已经对她失去信任 甚至直接通知她无限期停职 可林光却不能停止调查 因为如果不能找到真凶 那她就会成为替罪羊 林光再次来到杀死阿贵的地方 发誓一定会找到真相 绝不会让她枉死 就在这时 烂丸海边的人影再次出现 林光拼颈全力紧追不舍 可那人竟一路朝着宅在的学校跑去 林光心中警铃大作 果不其然 当她追上那人时 对方正准备挟持仔仔 好在她及时赶到 看着被吓得嚎啕大呼的儿子 林光也没有继续追人的心思 回家后 她紧张地关闭所有门窗 并请告妻儿和妹妹 从现在起 所有人都不准出门 随后拿着刀子在家中四处巡逻 可刚走上二楼 她再次看到那张儿室照片 可这一次 照片里却多了一个人 林光死死盯着照片里的小男孩 终于想起来 这是她小时候曾经欺负的孩子 可是这个人 为什么与仔仔长得一模一样 等她回过神来 却发现 仔仔不知何时 竟出现在她身后 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容 林光声音颤抖地问她 那天在学校 除了想绑架她的乞丐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仔仔的回答 却让她毛骨悚然 事到如今 林光依旧不愿相信 杨子敬是自己同父一母的哥哥 可再再却对她的话痴之以鼻 最后 她同林光讲起自己的过往 自从患病后 父亲就抛弃母子俩外出工作 当年 母亲带着她 毕竟千辛万苦来到城里 却发现 父亲早就入坠豪门 还有了一双儿女 怕幸妻子发现母子二人的存在 父亲毫不留情地 将他们扫地出门 从那之后 他们只能靠拾荒为生 为了不让仔仔挨饿 母亲便用身体交换食物 于是 自母亲去世后 她便计划 利用这副身体 向林家复仇 现在她终于成功了 不仅让林光称为别人眼中的杀人犯 还睡到自己弟妹的床上 听到这些话 林光立即愤怒地质问 她到底想做什么 可待在却说 最后她告诉林光 自己从来没有动手杀人 凶手是那晚林光在海边看见的人 她的名字叫阿梦 两人是在研究所认识的 阿梦患有早衰症 虽然心智幼稚 但身手敏捷 两人相互配合逃出研究所 被荧光收养后 仔仔便开始报复计划 她在给林光做的爱心蛋糕里 放入能让记忆衰退的药物 等她的记忆受损厚 便除可将林光而视的玩伴杀害 并留下相关证据嫁祸于她 至于徐太 本不在仔仔的杀人计划内 只因她曾在生日宴会上 当众调侃仔仔长不高 为了以防万一 只能也将她杀害 但从头到尾 仔仔都只是出谋划策 真正动手的是阿梦 所以 警方根本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真凶 反而会怀疑记忆混乱的林光 想起自己亲手杀了阿鬼 林光当即不然大怒 她抓起仔仔 要将她扔下悬崖 但却被赶来的妻子和妹妹拦下 爱心对她更是大失所望 自死之后 仔仔更加嚣张 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想想 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强 林光当即气得目自欲裂 但为了不让爱心伤心 她只能强忍怒火 看着对方走进自己的卧室 第二天 林光拖着仔仔走进海里 要是就算自己死了 也要先杀了这个老怪物 不理会对方装模作样的哭喊 她竟只将仔仔带到海上的一个平台 林光询问对方 怎样才能放过自己的妻子和妹妹 不料仔仔却说 林光听后 而话不说就将仔仔推入大海 想要将他淹死 却没想到 对方的水性竟然十分好 不仅轻松飘浮在水上 甚至还有闲的吹起口哨 继续用言语挑衅林光 并表示自己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把林光引出来 这样 阿梦就有机会去做事了 听到这话 林光才意识到自己被摆了一道 他一头扎进水里 听命的向家里游去 可等他回到家后 一切都微时已晚 妻子已经被分尸 还被塞进了烤箱里 而且艾熙刚刚查出已经怀孕 林光当场崩溃 他痛苦的大声哀嚎 恨自己没能早早杀掉那个恶魔 随即 他起身冲出门外 想要经手杀了 才在报仇血恨 却不料 对方早已回到家中 并反锁了家门 就在此时 阿梦突然出现 他拿着电钻想要背后偷袭 却被林光灵活躲过 随即两人缠斗在一起 林光毕竟经经过专业训练 很快便占据上风 此时已经失去理智的他 直接用电钻狠狠钻进阿梦的脑袋 与此同时 仔仔一趁乱逃走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林光 拿着电钻就追了出去 很快便找到仔仔的藏身之处 正当他竟替寻找对方时 没想到仔仔竟从背后偷袭他 林光拖着受伤的腿继续追击 但仔仔却故意拖延时间 原来 他早就偷偷报了警 就在林光抓住他的时候 警察也及时赶到 看着林光手里的电钻 以及被他劫持的孩子 安哲当即掏出手枪 准备随时击毙林光 听到最后一个亲人被威胁 林光再也忍受不住 一把掐住了仔仔的脖梗 听着曹达的哭喊声 林光彻底失去理智 他刚举起电钻 准备杀掉眼前的人渣 可下一秒 枪声响起 击中林光的胸膛 好在 这一枪并没有打在要害 但他也被当场逮捕 以故意杀人的罪名被刑拘 而面对妹妹的询问 林光并没有说出真相 因为他知道 妹妹现在 还是十分相信那个老怪物 而且 自己也没有保护她的能力 或许隐瞒真相 才能让妹妹多活一段时间 影片的最后 林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知道自己记忆有损 他用树枝在手臂上 刻下出去复仇四个大字 这样的结局实属出乎意料 没想到 老怪物竟然是最后的赢家 不过 导演也在影片最后埋下伏笔 林光的上司 他觉得才在十分可疑 那么他是会继续调查下去 还是选择冤枉林光 而林光又会如何报仇 这都留给观众无限想象空间 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从拍摄到氛围 以及戏剧章里都是分有水准 是一部能给观众留下 深刻印象的影片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评论加订阅 更多精彩影片 让我们下期再见 你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